香港警方逮捕多名战中抗议人士 学生表示将启动罢课学运 印度总理莫迪在日本宣布加强军事合作 让日印成为亚洲领头羊 中国新动画片试图缓解违汉矛盾 专家对此不以为然 晚安 欢迎您收看今天9月2号 星期二晚上的B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香港民众要求真普选 真民主的抗议浪潮 可以说持续地在全球蔓延 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将有来自香港 台湾还有纽约的最新报道 另外媒体观察时间 我们要带您看看 为何北大 复旦等中国高校 现在又开始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呢 请您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下面我们先请李一华 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一华 好的 谢谢郁文 新闻首先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正在进行具有历史性规模的种族清洗 目的是消灭非阿拉伯人和非逊尼派穆斯林 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新的报告说 这一有计划的行动 包括大规模屠杀和绑架 这种行径在伊拉克北部造成全面恐慌 并加剧了该地区各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 国际特赦呼吁对伊拉克少数族群 提供保护和人道支持 几个月来的战斗使他们流离失所 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 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政治对话 来解决乌克兰目前的危机 潘基文星期二在新西兰发出上述呼吁 一天之前 乌克兰分离运动领导人普尔金表示 愿意讨论停火及交换囚犯问题 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普尔金 和亲俄罗斯分离分子说 如果得到更大的自治权 他们就愿意继续留在乌克兰 另一方面 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三名企图 进行炸弹袭击的男子 这些男子显然是在抗议 所谓马尼拉对中国的软弱立场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时新闻的报道 菲律宾司法部长雷拉·德利玛说 星期一在马尼拉国际机场 逮捕了这三名男子 当时他们做了一辆装满炸药的面包撤离 这个机场是他们四个袭击目标之一 德利玛还说 三名男子还计划袭击中国大使馆 DMCI建筑集团和一个大规模购物中心 DMCI建筑集团和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者 都是华裔菲律宾商人 德利玛表示 这些男子声称属于一个 现役和退役警察及军人组织 他们的宗旨是捍卫菲律宾 免遭中国侵犯 目前中国与菲律宾存在领土争端 德利玛说 他们希望本届政府在同中国的争端中 立场更强硬 显然这是一个被误导的团体 他们自称是菲律宾人民的捍卫者 并是中国这个商业行为垄断 非法开采的寡头大班为敌 该组织简称USAFF 这也是二战期间基地设在马尼拉的美国远东军的简称 德利玛说 有关当局正在调查这个被控团体的规模和能力 德利玛说 正在对该组织的真正计划展开调查 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 长期以来 菲律宾和中国都声称 对能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岛屿拥有主权 领土争端不断恶化 双方船只偶然对峙或发生摩擦 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 为了解决争端 马尼拉已经向涉在海牙的联合国法庭 提交了针对北京的仲裁案 中国反对这种做法 逞争端应该通过直接谈判解决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接下来 印度和日本举行首脑会晤后 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决定将两国关系 提升至特殊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并强调了两国依据国际法 和平解决纠纷的共识 正在日本访问的印度总理 莫迪星期二还发表演讲 强调两国应该让其他国家了解 印度和日本有共同坚持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 下面继续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莫迪星期一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谈后 两国发表了名为东京宣言的联合声明 宣布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至特殊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确认了在海洋安全保障 航空飞行自由 民用航空安全 以及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纠纷等方面的共识 并宣布将定期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东京都涉谷区的圣星女子大学发表演讲 在强调两国共同的价值观同时表示 首先我要说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致力于民主制度 日本同样也是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日本和印度团结起来 我们就可以永远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莫迪还说 两国应该让其他国家了解印度和日本 共同坚持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 莫迪星期二还拜会了日本天皇和皇后 印度与日本都与中国有领土主权纠纷 随着中国的崛起 两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关系 除了政界首脑互访之外 日本天皇皇后去年也再曾访问印度 美国之音VA卫视新闻报道 新闻最后 一位斐济军队指挥官说 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伊拉克境内激进分子 对于释放45名斐济联合国维和人员 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蒂克一托家转将星期二说 胜利阵线要求将该组织 从联合国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 并要求为大马士革周边地区 运送人道救援物资 以及为三名战死的胜利阵线组织成员 提供赔偿 胜利阵线星期四在戈兰高地 绑架了斐济维和人员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 请您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继续带您关注在香港的最新情势 针对北京通过了香港特首选举的落闸决议 而引发的抗议行动呢 星期一晚上持续地进行 而香港警方以非法集会 阻碍警察执行公务等罪名 逮捕了19人 在抗议当中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 但是没有人员受伤 详细内容我们先来看看 在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当地媒体说 在另外一场示威中 警方以行为不端为由 逮捕了三人 警察用辣椒水 驱散了示威人群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星期天决定 香港下届特首候选人 必须得到 有着广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员会过半数的支持 反对派人士说 该委员会成员将多视亲北京人士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项决定 使任何反对派候选人 都不可能成为2017年 香港特首选举的候选人 很多香港居民 希望选择他们自己的特首 担心港人享有的权利 和自由受到侵蚀 我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因为香港人民应该有机会 选择自己的特首 治理我们自己的香港 占领中环行动的组织者们说 他们将按计划 在香港中环商业中心 举行大规模集会 但没有宣布具体行动日期 如果香港立法会议员 能阻止亲北京的议案 香港很可能会继续 以目前的方式选举特首 自从香港回归中国以来 香港历任特首都是由多数是 效忠北京的一个选举委员会产生 这些人大多来自商业领域 为了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旅居在美国纽约地区的香港人士 他们星期一举行了记者会 特别呼吁海外华人来关心香港的真普选问题 支持香港民主派的占中行动 与会人士也呼吁要给当地的民意代表来写信 要求他们关注在香港的宪政危机 同时要在海外各地发动支持战中的同步声援 而一些中国的民运人士也出席了这场会议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 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心香港事务的 美国曼哈顿威尔学院生物学教授杨景霞 在记者会上宣布了一封 由多个美加香港人团体联署的 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的公开信 要求他们敦促中国政府 信守一国两制承诺 尊重香港宪政和基本法 我们可以发现声明 给我们的国会议员 让他们留意我们对香港的关注 以及香港真实的情况 95岁的前连城公所主席黄玉镇表示 他赞成香港民主和普选 没有普选的时候 我们要强烈抗议 最年轻的澳洲宣 香港出生长大 目前在纽约大学 攻读历史和新闻双学位 争取民主的人士 是要一个民主的制度 以一人一票的方法选举一个香港人 认为合适的人做特首 而并非必然选一个对抗中央的人当特首 目前他正筹备建立美国香港民主联合会 开展支持和研究香港民主发展的活动 来自香港的电脑工程师 严成济说 在纽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希望战中发生的那一天 大家可以抽出时间 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表达 我们香港人是支持战中的 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支持真普选 而不是筛选过的所谓普选 文讯前来与会的其他旅美香港人 在会上就香港局势展开了热烈讨论 现在的方案是倒退 比2012年更加的倒退 所以香港人觉得不能够接受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王军涛表示 海外民运人士发起 为战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活动 北京对于香港普选的决议 可以说引起了世界各地香港民众的关注 在海外的华人对香港局势 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又将如何的来声援 香港的战中运动呢 我们下面就立刻通过电话连线 为您邀请到这次讨论会的主持人 也是旅美香港民运人士杨景霞 杨教授来介绍有关情况 杨教授您好 你好 主持人您好 早安 其实可能听众是晚安 杨教授先跟您谈一谈 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发展 就是战中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 他今天说这个战中运动 想要让北京来让步 这样一个策略看来是失败了 那么他也对于战中的支持 他说支持人正在流失 您赞同戴耀廷教授他的观点吗 你们对于香港战中形势的评估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评估是说 现在占领中环的趋势是慢慢的 像煮饭一样 是慢慢的煮起来 可能开始的时候 现在是前天职会了 也有五千人 然后也有很多学生 主要是学民思潮的学生 集团还有学联 他们就开始了 就发起很多不同的运动 所以我对他们还是有信心的 我觉得这个局势是说 我们要让北京那一边的 中方那边会知道说 这个普选 这个不是一个真的普选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接收的 这个不是一个世界上上面公认的一种 正式的所谓国制化的普选 所以你在我自己个人的评估这个事情 我觉得戴教授是会有担心的 但是我们觉得 他们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把整个中环瘫痪 我们是要希望说能够把这个推翻 然后让香港人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是 那么杨教授不可否认的 我们身在海外 这个要做出真正的这个贡献和努力 可能还有一点困难 那么你认为在海外的港人 或者是包括其他关心香港的人 到底可以为支持香港的真普选 来做些什么呢 好 第一 首先大家要留意这个新闻了 就像现在很多人 现在在听你们的收音机报告一样 有很多媒体的报道 是非常的好 从英文的媒体 从中文的媒体 从收音机的媒体 电视的媒体 首先第一样要留意 不留意就不知道现在发展是什么样了 第二呢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 每人贡献一份力量 好像说如果能够来参与本地的活动 我们这边呢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点的活动 我不能说这个活动是像香港一样 所以就很多很多的人 而且那个我们发出来的讯息 未必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收到 可能是在mass media 那个social media的 Facebook啊 念书啊 这些的媒体上面发报 然后我们自己一些人呢 能够做的我们上 自己就去我们的那个议员 地方的议员呢 上美国了 我们可以写一封信 去告诉他们的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但我在念书已经把我们的英文的信在那边 可以随便拿去用 可以先一封信 告诉他们你们怎么想 让政府的机关 那个美国的那种议员呢 特别是关心中国的议员呢 他们能够知道 真正的这个事实 是我们真正是很关心 这个不是只是香港的一个事情 也不是只是中国大陆 这个是世界的事情啊 这个当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事情来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香港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想说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可以想到 我们当年希望不会有这个 在就是说有一点什么 暴力啊 或者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这个战中的事情上面 虽然大家说已经说 战中是无可避免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流血 甚至说有些人说 这个会被变成以前八九六四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希望有任何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要作为有准备的事 是说万一有这个事情 我们能够怎么能够帮忙呢 还是到那一天我们打开电脑 或是打开新闻 再说这个有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本地的地方 就会到领袭 好的 杨教授 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最后二十秒 请您跟我们谈谈 您谈到了在海外 能够做的一些努力 能够提供的一些贡献和帮助 但是海外华人如此的广泛 要怎么样来分配大家的分工 怎么样才不至于有重复 或者怎么样才不至于 有遗落的地方呢 二十秒时间 是 杨教授 他已经离线了 很抱歉 那么有关于杨锦霞教授的 这个专访内容 观众朋友您也可以登陆 美国基因的中文网站上 去了解相关的消息 那么稍后 我们还要继续连线到台北 去看看这次在香港的政改争议 到底在台湾引发了哪些的反应 不过现在我们要转换一下焦点 我们要来看看 新疆的乌鲁木齐法院呢 在这个星期一 通知了维族学者 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律师 表示案件将会在最近 来召开停前会议 但是伊利哈姆不会参加 伊利哈姆是在今年的一月份 他被中国当局从家里带走 他所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呢 也被封锁 那么当局指控他借机制造事端 煽动民族仇恨 鼓吹新疆独立 在7月30号 我们知道新疆乌鲁木齐检察院 以涉嫌分裂国家的罪名 将伊利哈姆提起了公诉 那么这个星期传出的 要召开的停前会议 可以说是中国当局 对伊利哈姆案的一项最新的宣布 我们到底要如何来解读 这样的一个新的发展呢 这个新发展对于整个案件 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立刻通过电话连线 请伊利哈姆的辩护律师 刘晓元 刘律师 来介绍有关情况 刘律师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先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所谓的停前会议 那么乌鲁木齐法院告诉您说 伊利哈姆 不会参与这样的一个停前会议 当事人不参与这样停前会议的情况 常见吗 我是昨天接到乌鲁木齐中级法院 伊利哈姆案的那个刑判长 那个电话 说给我们寄了大概停前会的通知 那么我昨天律师事务所也修到了 他通知我 尽可能要早点过来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们要去会见 应该再去会见伊利哈姆 有些证罪要给他确认一下 要不要刑警 法官回避 要不要刑警排球 非法证据等等 法律程序上的问题 我说伊利哈姆不会出听吗 他说我们这里召开停前会议 被告人都不出听呢 那么在停前会议 会议这种方式 是2013年行诉诉讼法 修改后的行诉诉讼法 实行以后才有的 停前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一个 法院案件行李程序方面的问题 要不要 刑警排球非法证罪 通知新的证明出听 要不要法官回避 公诉人回避 等等就还有案件的争议焦点 以后进士开厅 确定时间 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但我在实践中 我办过了其他一些案件 我也参加过一些停前会议 被告人都会出庭的 原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那个案件 我看到报道 他召开过停前会议 他本来也参加了 也就是说在事发实践中 是会通知被告人出庭的 那么居高法院的事发解释 是这样说的 这个被告人可以参加 我认为机能说可以参加 就应该通知他来 因为机能是一个停前会议 为了以后案件 开庭能够胜利进行 应该通知他来参加 刘律师 就您的了解 伊利哈姆他知道 有这个停前会议吗 当局是不让他知道 因为他刚刚通知我们 我们可能马上要过去 会见他再告诉他 因为他不是学法律的 他可能就不了解停前会议 您认为乌鲁木齐法院 不让伊利哈姆知道 也不让他参与这样一个停前会议 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 那么这样的做法 又凸刑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但是有一个那个刑判长说 是他们以前其他案件 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就不了解了 那么我刚才也提到 我办理了一些案件 停前会议是被告人为参加的 那么居高法院的 关于召开停前会议的 相关规定 被告人也给参加 我认为应该让他本领来参加 因为有些是中的权力 有些权力是应该要 他本领来行使的 当然我律师 能够行使一部分权力 但是他有些权力 我律师是不能代替的 为了以后开庭 能够选拟进行 我认为应该让他参加 那么我还会给法官商量 能不能争取 要让伊利哈姆也参加 刘律师 我们最后还有30秒时间 我想请您谈一谈 我们知道伊利哈姆教授的案子 本来是由其他的律师 在办理王宇律师 后来他认为 因为受到了太大的压力 被迫退出了 那么您现在接手 伊利哈姆的案子 您有没有感受到压力呢 您对于这个案子 未来的发展乐观吗 我现在没有感觉到压力 原来调警律师 可能是律师诉所了 能够做一个决定 我和王宇是同一家律师诉所了 我们是同一家律师诉所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伊利哈姆 图合体教授的辩护律师 刘晓元 刘律师 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那么美国基因 我们也将持续地为您追踪报道 伊利哈姆案的最新发展 还有相关的反应 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基因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继续呢 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 有关于香港普选的争议 目前这股浪潮 也可以说推向了台湾 在台湾有多个公民团体 他们最近召开了记者会 主要呢 就是要声援香港民众 来争取民主 同时呼吁 两岸四地的公民团体 一起来对抗 北京的反民主压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连线 请美国基因驻台北 特约记者张永泰 来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郁文你好 是 永泰先来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知道这个和平占领中环 和平占中运动的发起人 戴耀廷教授 他今天还特别地呼吁台湾方面 要警惕北京 他说不要被北京所承诺的 一国两制 这个所迷惑了 那么也不要这个悟性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到底香港现在所引发的这样的争议 还有抗议的行动 在台湾给了台湾公民团体 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好的 香港现在的这个 有关于不选争议的发展 的确也给台湾带来了不少体谕 至少在这场记者会当中 我观察到了 像是这个华人民主文化协会理事长 顾中华 他在这个会中就曾经发言表示说 这个香港和台湾的关系 其实有点像 像是这个存亡齿寒 如果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化进程 受到这个挫败的话呢 势力将来台湾的这个民主化发展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台湾一定要这个全力的来声援 支持香港争取民主 那么另外在这个会中 那么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 同时也是六四民运的这个领袖王丹 他也特别要提醒马政府 就是不要相信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沉默 那么他甚至还非常不满地提评说 这个北京政府的本职 就是这个痞子还有流氓 所以他也提醒台湾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那么他特别强调 如果香港倒下去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北京政府就会尽全力来对付台湾 那么还观察到除了这个人权团体之外 还有台湾的这个劳工团体也特别强调了 像是这个民主啊 并不是这个天朝恩赐的啊 那么民主是一种权利 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众呢 一定也会和香港的民众站在一起来争取这个民主 宇文 是 永泰 那么你刚刚提到了这些 出来表态的这些团体和个人 跟我们介绍一下 台湾的这些公民团体 他们有没有提到 要如何的具体来跟香港的这些抗议行动做连结 怎么样来相互的配合呢 的确是有的啊 例如呢 像在这个记者会当中啊 就以这个视讯啊 就是网络的这个方式啊 那么立即的让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人士啊 他们透过视讯来介绍香港现在最新的发展啊 同时让他们的这个声音啊 能够在台湾被听到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在这个会议当中呢 这个台湾关怀这个中国人权的这个联盟的这个理事长 杨献洪亥特别表示了 那么按照这个香港目前的发展 也许将来可能会有一些香港民主人士 被这个镇压 被这个迫害 所以台湾现在这里呢 立法院也在推动了这个政治庇护法 如果将来一旦呢 这个香港这个受到政治庇护害的这个人士 是希望到台湾来的话呢 那也是依法有据 台湾这里呢也可以欢迎他们来 所以在这个合作上面呢 可以说是应该是同步的这个展开 那么在这个台湾支援的这个公民团体当中呢 除了有人权劳工之外 还有年轻人组成的这个导国前线 就是前阵的这个太阳花学院学生呢 都组成的组织啊 所以这个台湾现在在这个声援香港上面呢 除了这个公民团体的种类非常多之外 还有包括年轻人 那么也在支持香港争取民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永泰 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那么稍后在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将继续来探讨香港战争运动 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场颜色革命 还是说它已经失去了它的势头了呢 也欢迎您锁定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或者登陆美国精英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报道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是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千万万的夜活力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土质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台湾那么多的票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的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九点海峡论坛 继续我们来看看来自中国的消息 中国有一家影视公司 他们最近准备要推出一部动画片 叫《天香公主》 主要是要希望来宣扬维吾尔族 还有汉族的融合 那么影片到底能不能够缓解 违汉的矛盾呢 部分专家不以为然 甚至还认为可能会适得其反 下面就是记者思扬 还有玉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动画设计师们 正在以中国清朝的皇妃 湘飞为原型 制作一部长达104级的动画片 《天香公主》 他们希望以此来描绘一幅 伪汉民族和谐的画面 制作人还计划推出 这部动画片的围语版 预告片中的一帕而寒 就是传说中的湘飞 据说湘飞浑身散发着 甜蜜的芬芳 所以被称为湘飞 18世纪 他为乾隆皇帝带到皇宫 作为妃子 后来在北京失去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 旗下环球时报的英文版 刊登了一篇TV 新疆通过动画片制作 打意识形态战的文章 来介绍《天香公主》 报道援引新疆文化厅官员的话说 新疆政府支持发展 以促进伪汉人民团结 所伪汉文化融合 为目的的动画片 目前新疆的民族矛盾 达到数十年来 最激烈的程度 新疆内外的暴力事件 频频发生 7月底 在湘飞的故乡 喀什的刹车县 发生了暴力冲突 造成数十人死亡 5月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处市场 发生汽车爆炸案 30人丧生 4月 乌鲁木齐南站 发生爆炸 造成3人死亡 此外 昆明火车站砍沙案 和北京金水桥 驾车冲撞案的行凶者 也被中国当局定义为 来自新疆的 分裂恐怖主义分子 有些维吾尔人认为 于汉族导演和新疆政府的想法相反 湘飞并不能促进民族和谐 甚至会适得其反 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 推出湘飞 能否帮助中国当局维吾尔时 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热比亚卡迪尔 不久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这会让维吾尔族人更不开心 因为这是编造的历史 维吾尔族人对自己的历史很感兴趣 他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而死 中国政府的这种努力 只会让维族人更加不开心 对一些维吾尔人来说 湘飞的故事带来的恐怕是更多的屈辱 在维吾尔人的叙述当中 湘飞是一个性格倔强的美人 在战争当中被清兵俘获 他把匕首藏在袖中 直到死时多保持真洁 他最后不是被宫中的太监所杀 就是被迫自杀 在中国 湘飞的墓不止一处 新疆喀什的阿帕克霍家墓 被人称为湘飞墓 据学者考证 湘飞的原形是乾隆皇帝的荣飞 荣飞的墓位于河北尊化的青东陵 美国马里兰双宝大学的马海云教授说 湘飞的故事可能会激化维吾尔人的历史情绪 看文化 你看我们历史上有什么王朝军啊 文成公主啊 就是说把自己的这种皇室女儿送给这个蛮族 他不觉得是一种耻辱 反而觉得说是为了这个政权稳固啊什么 所以你这里边会看到两种大种文化差异 你不能把这个汉人的认为 我把女儿送出去是为了传起什么和平稳定 在汉族的历史当中 王朝军帮助中国和匈奴之间结成联盟 文成公主帮助汉人与藏人联姻 文成公主还被描述成为一个给西藏带去和平 把中国先进的农根编制技术 佛教甚至藏文字母引入西藏的人 马海云认为 这种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意识和做法 正是构成了伪汉民族矛盾的根源之一 他说中国静态从孙中山革命以来 就似乎一直在为实现单一民族的汉族国家而努力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想法 中国的国情实际上是个历史上是个多民族 你不能按照单一民族国家 尤其是按照孙中山 甚至到现在的某些中国南方的知识分子 还非要构建成一个汉人的国家 所以他非要强调这些语言文化的童话 实现这些什么标准的汉语的教学 说穿了他就是把中国在往这个单一民族国家这条路上引 VOA卫视 四阳 玉港 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稍后第二小时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的是 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的主持人许波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欢迎你许波 好 谢谢宇文 是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是同样有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好的 我们第一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实际上涉及到两岸三地的问题 第一个话题是有关台湾的统独问题 今天我们邀请主张一中分治的这样一位台湾学者 他是台湾大学的政治系教授 是台湾统合学会的理事长张亚忠教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来介绍他的一中三线两岸统合这样一个理念 与此同时呢我们邀请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 陈亚生教授在台湾 在台北实际上通过视频连线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是 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会很希望来听听两位专家有什么样的说法 那么第二个话题据说也跟最近在香港的一些争议 还有这个抗疫行动有关 没错 第二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当前 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的这个香港普选问题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大这个周末呢 他通过了有关台湾普选台湾特首选举的这个框架协议 那么港人期盼特首直选的这样一个愿望呢 显然是落空了 据说呢 占中行动一触即发 那么这个占中行动这一次 是不是会演变成港版的一次颜色革命 他对台湾日后的这个政局发展会有什么启迪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香港占中活动的发起人 他也是香港大学的法律系教授戴耀婷来参加 通过在香港视频连线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同时这个张亚中教授呢 继续在我们演播室里来研究这个话题 非常令我们期待 谢谢你许波来到节目当中 那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的BOA 卫视新闻收看 同时也参与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 稍后回来 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 他要和您谈谈 为何北大 复旦等中国大学呢 在最近又开始纷纷地强调 思想 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不认为这种 如果他没有味道 那就是我的工作 需要在听话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欣赏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BOA卫视新闻 巴基斯坦议会呢 在星期二召开了紧急会议 为谢里夫总理来争取政治支持 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呢 目前已经持续了有几个星期 但是谢里夫仍然拒绝辞职 两个多星期以来 有成千上万名抗议者 他们占领了巴基斯坦首都市中心的一个地区 要求据称有选举舞弊行为的 谢里夫总理辞职下台 到上个周末为止呢 抗议活动基本是和平的 抗议者还有安全部队 在上个周末发生了冲突 接着我们看到 被囚禁在朝鲜的三名美国公民 他们最近接受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琪 他在9月1号就此表示 美国公民在海外的福祉和安全 是美国政府的首要关切 他说国务院了解 星期一的事态发展 他呼吁平壤释放这些美国公民 沙琪欲请平壤 欢述培训号给予他特赦 让他能够回到美国来接受医疗 继续我们再看到联合国 他们提出了警告 说最近在西非空前严重的 埃博拉疫情 已经影响到了农作物的收成 对于当地的粮食价格 现在已经开始猛涨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在星期二的警告 主要是针对利比里亚 塞拉利昂 还有几内亚 这三个受到埃博拉疫情 影响最大的国家 联合国粮农组织说 这三个国家建立隔离区 为防止病毒蔓延 因此限制了人们的活动 这也严重限制了食物的运输 还有营销 导致有些社区 特别是城市 出现了抢购或者食物短缺 还有价格大幅上涨的问题 泰国星期二开庭审理了 英国活动人士涉嫌诽谤案 英国人安迪霍尔 他曾经撰写报告 揭露了泰国一家水果公司 虐待工人的情况 报告说 泰国自然水果公司的一家工厂 强迫流动工人加班 长时间的工作 同时还雇佣同工 安迪霍尔曾经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 他对于报告中所说的虐待问题 进行了解释 而泰国自然水果公司后来 据此对他提出了刑事诉讼 霍尔星期二走进法庭的时候 对记者说 控告他是为了迫使他保持沉默 来转移人们对于 恶劣劳动条件的关注 他还表示 这根本是一场政治案件 国际新闻最后我们来看到 过去几个星期来 有数以百计的什叶派土库曼人 他们逃离了被伊斯兰国所围困的 伊拉克城市阿莫里 在北部城市基尔库克来避难 那么最近以来 在美国空袭的支援下 伊拉克军队还有库尔德的武装 取得了一些成果 伊拉克政府在星期天宣布 打破了伊斯兰国对阿莫里的围攻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看 美国之音记者麦耶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日凌晨大约1点半 美国开始轰炸伊斯兰国 在阿莫里周围的阵地 这座城镇有大约 15000名什叶派土库曼人 他们被激进分子围攻了两个多月 到了中午时分 美国的空袭 以及随后由当地民兵 库尔德盖斯军和伊拉克政府军 协调展开的进攻 似乎取得了成功 中午左右 战斗在阿莫里的土库曼警察 阿里伊布拉西米打来了电话 我们的人攻下了村子 道路打通了 真主保佑 再过个几分钟 道路就要完全打通了 接着 他在枪炮声中大喊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我们向前推进 来呀来呀 自由啦 我们攻下沙卡尔了 8月早些时候 逃离阿莫里的阿里巴亚提 冲着电话大吼着激励话语 和很多邪家在基尔库克避难的人一样 他希望这意味着他很快就可以还乡了 穆罕默德哈米德和母亲 星期六被空运脱险 他描述了伊斯兰国围攻下的生活 孕妇生不了孩子 因为没有医生 所以妈妈肚里怀着胎儿死去 然后我们得埋葬他们 有一群人坐在门口 一枚排地炮弹就落在他们面前 把他们全炸死了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切断水电供应后 阿莫里的居民靠咸水井生存 他们在阴凉处把水降温 将近摄氏50度的气温 让穆罕默德浑身起泡 我们所有的身上都热出了泡 阿梅尔·阿克拉姆·霍尔西德 三天前被伊拉克军用直升机救走 他靠每天喂三次洋葱 让孩子们活了下来 我们只有饼和洋葱吃 我直接把洋葱放在火上烤 在上面撒点盐 然后给孩子们吃 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吃 对阿梅尔 穆罕默德和其他流离失所的家庭来说 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 在阿莫里的战果是最大的消息 不过虽然伊斯兰国的围攻可能已被打破 但人道危机依然严峻 数以千计的人仍然无法出城 美国之音 麦耶·基尔库克报道 欢迎您回到VOA卫视新闻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了 主持人海涛要来和您谈一谈 中国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 欢迎您 海涛 你好 伊文 是 海涛我们要谈谈的是 最近很有意思在《求是》杂志里 他特别刊登了包括北大 包括复旦 包括中山大学的三篇文章 那么就你的分析 还有各界的解读 觉得这是三个高校 好像要重新来抓紧 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求是》杂志是怎么样报道的呢 《求是》它是中共中央的一个 最重要的理论刊物 一个月它是半月刊 一个月出两期 最新一期是9月1号出的 那么这一期它有三篇 来自中国头等高校的文章 它不是以高校党委 它是以高校的委员会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校方吧 政府一方 而不是党委一方 以这个名义 在《求是》上发表三篇文章 那么《求是》把这三篇文章 连在一起发 还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编辑案 就说明在现在这个时候 抓这个大学生的思想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们把这三篇文章 连在一起登出来了 这三篇文章我们看到 这个北大的文章题目是 善用新媒体来打造新平台 对 然后复旦的文章是说 要引领中青年教师队伍 健康成长 中山大学是说要营造 务实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 所以这一份思想工作的清单 不仅仅针对学生 也针对教师 他也说教师的队伍 那我们也知道 近代史上 在北大发生的学潮 看起来是比较多 它是比较有这样的一种 自由思想的 那么就这一次 北大的这篇文章 在意识形态上的表态 有什么样的新意 或者有什么值得 我们关注的地方吗 这次呢 就是中国这三所高校呢 发表的文章 主要是针对 现在这个互联网 比较普及的时代 那么刚才你说到 这个北大 它主要是强调 北大的学生 因为现在学生 每天接触互联网 是最活跃 最广泛的一个群体了 那么所以 北大这篇文章呢 主要是针对 北大这几万学生的 那么上海复旦大学呢 它是针对上海 这个几千教师工 特别是青年教师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人在国外 待了很长时间 回来以后 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 盲目的 简单的把中国的国情 和西方国情相比较 这个是很要不得的 这是第二 复旦大学是这样 那么中山大学 怎么回事呢 中山大学 它主要是谈这个 校园文化 结合这个网络 结合性的互联网 结合社会媒体 社交媒体 来谈这个网络情况 那么从这三篇文章 你来分析来看呢 就是以北大的 最为政治化 他特别 他的用词也很厉害 比方说 我给大家念一段 他说啊 近年来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 在网络上推波助澜 把学术问题 和群众的个别利益问题 与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相联系 最终呢 把矛头指向了 中国共产党 和社会主义制度 对网络舆论 和社会思想共识 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他用词也都是 非常厉害的 因此呢 我们要严加这个教育 把这个学生的思想呢 从这方面 把它搬回来 那么简单用一分钟时间 给我们谈谈 那么复旦跟中山大学的 这篇文章 这个看起来挺抽象的 什么叫做健康的文化氛围 跟我们解释一下 他到底想要达到 什么样的一个 他那个 复旦 简单说 复旦 他说他们这个 青年的教师 就占百分之六十 四十五岁以下的教师 占百分之六十 所以这批人呢 如果他这个思想意识不好的话 他在讲台上 会影响这个大学生的 所以这批人的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中山大学呢 他说大学生是利用互联网 最广泛的这个群体 网络改变了他的这个思维方式 改变了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 特别是他的思想态度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当作 我们这个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 当务之急 所以他分成三段 那么从这三个文章 比较来说 是北京大学的 最为政治化 最为思想化 海涛最后还有三十秒左右时间 我很好奇的就是 到底当前中国的大学生 对于所谓的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他们的看法 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待 这样的一项工作呢 实际上 从这三篇文章一登出来以后 网络上恶评如潮啊 很多人就是网民 就直接上来就是说 你这是倒退 赤裸裸的倒退 都倒退到文革以前那种 加强那个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候了 那么各个网民 大家都是这样说 你现在这个时代 你不跟上潮流 还是往后走 这不是一个朝前看的 对国家的大学生 对大学老师 对整个国家的教育情况 都不是一种好的方向 所以看来中国当代的大学生 还是有一些 他们的了解和理念的 是的 好的 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 那么今天有关媒体观察的 全部内容 我们稍后也将为您刊登在 美国基因的中文网上 非常欢迎您登入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我们要带您看看 美国最有钱 还有最贫困的国会议员 又为什么会有 这样大的差距呢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昨天9月1号星期一 这是美国的劳工节 而美国最低工资标准的问题 也再次的引发了关注 美国总统奥巴马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卫视记者杨成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 美国人以游行 聚会 海边度假等方式 度过了劳工节 奥巴马总统来到威斯康辛州 密尔沃基 向工人们发表讲话 他再次呼吁 提高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 我希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经济环境 努力工作能让你得到更高的工资 更好的收入 妇女得到平等工资待遇 父母有灵活工作时间 人们能享受平价医疗保险 以及良好的退休待遇 目前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7.25美元 奥巴马政府希望提高到10.10美元 但是美国国会未能通过相关法案 反对者认为提供最低工资 将增加企业负担 损害工作机会 支持者认为提高最低工资 能帮助很多人摆脱贫困 缩小贫富差距 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 可以制定高于联邦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 目前西雅图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5美元 为全美国最高 劳工节在美国 也意味着夏季的结束 也是选举季节的非正式开始 很多政治候选人 也利用这个机会开展竞选活动 VOA卫视记者杨晨 华盛顿报道 看完了最低工资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负债 其实也挺麻烦的 根据最新的一项统计 在美国国会里最穷的议员 他负债高达400多万美元 不过在美国国会中 更多的是百万富豪 详细内容 VOA卫视记者杨晨就要来告诉您 美国的国会议员们 肩负着制定国家法律的重任 不过光鲜亮丽的头衔 不一定给他们带来财富 根据美国无党派的 当代政治中心最近的统计 国会众议员中 十位最穷的议员 都是负债超过了他们的财产价值 排名第一的是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 瓦拉戴奥 他负债高达410万美元 第二名是民主党议员黑斯廷 负债223万美元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戴比·舒尔茨排第三 负债104万美元 参议员当中 最穷的是民主党人 戴比·斯塔比诺 他负债58万5000美元 议员们负债的原因很多 包括投资失败和 法律诉讼费用等等 美国议员的平均工资 虽然高于工薪阶层的 平均工资 但是议员们 要在选区和华盛顿之间奔波 他们在华盛顿 也没有住房补贴 来自南卡罗兰纳州的 莫瓦尼议员 虽然没有登上最穷议员榜 不过他告诉美国之音 为了节省开支 他在华盛顿的时候 就住在办公室 华盛顿住房很贵 如果我在国会山附近 租一个公寓 一年要花25000美元 既然我能在办公室住 我太太就绝对不允许 我花这么多钱租房子 在美国国会里 像莫瓦尼议员这样 住办公室的议员 还有很多 有的数字甚至说高达五分之一 美国国会议员 必须遵守国会道德行为准则 包括不得接受超过50美元的礼物 不得滥用竞选经费等等 前国会众议员小杰西杰克逊 因为将75万美元的竞选经费 用于个人用途 去年8月被判刑30个月 目前在联邦监狱服刑 当然美国国会里 更多的是百万富豪 今年国会534名议员当中 净资产超过百万的人 有268位 首次超过了半数 国会最富的议员 是来自加州的 共和党众议员埃萨 他拥有4亿6400万美元的资产 他的财富来自家族的 汽车警报器制造业 VOA卫视记者杨成国会报道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柑橘类水果产业 目前遭受了一种 亚洲细菌的威胁 这种细菌是由一种 叫做牧师的亚洲昆虫 所携带来的 大规模的细菌感染 也再一次凸显了 把外来物种带到美国的危险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美国之音记者 古蒂奇所作的报道 佛罗里达的柑橘种植者 正在焚烧被叫做 牧师的棕色虫子 破坏了的橘子树 这是一种生长于亚洲的虫子 携带了中国人说的黄龙病 这种虫子 以柑橘树叶为食 它们携带的细菌 阻塞柑橘树的毛细血管 使这些树木 慢慢窒息而亡 生命的橘子树 结出的果实很小 果实很快掉落 最后树木死亡 目前还没有任何 种植柑橘的国家 找到解决办法 果农 埃利斯 亨特 感到非常沮丧 当你花大价钱 种植的果树 在快要丰收时 果实便枯萎倒到地上 这是一场灾难 令人心痛 更糟糕的是 仅次于巴西的佛罗里达 90亿美元的柑橘种植业 在抵抗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同时 还要面对国内销售下降的问题 因为美国消费者 对糖和碳水化合物 越来越反感 能否找到 解决这种虫害的方法 关系到该产业 75,000个工作岗位 在佛罗里达大学的 干据研究和教育中心 一些世界顶尖的植物学家 和昆虫学家 正尝试着 拯救现存的树木 培育能够抵抗 这种细菌的新树种 以及使这些虫子 没有能力传播疾病 昆虫学家 克尔西顿 佩尔兹 斯特林斯基说 这个难题 使它夜不能寐 这是我每天都会思考的问题 晚上本该睡觉了 可是我还在想 我们需要想出 尽可能多的办法 佩尔兹·斯特林斯基说 找到使牧师 不再携带这种 危险细菌的方法 可能需要长达 五年的时间 植物学家 目前正试验 使用嫁接的办法 使现存的树木 存活下来 而柑橘种植者们 试图以喷洒农药 和补充营养的方式 来控制树木的疾病 可是 这意味着支出更多 收入更少 美国之音记者 普利奇报道 继续我们看看一场 非常有意思的 译文活动 我们知道2014年 是金剧大师 梅兰芳诞辰120周年 就在最近呢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观众 有幸观看了 由金剧大师 梅兰芳之子 梅宝九 所带领的 北京金剧团的 纪念演出 下面就是 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这场精彩的金剧表演 是由梅派艺术掌门人 梅宝九带领的北京金剧团 于8月27日 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 呈现给美国观众的 为纪念金剧大师梅兰芳 诞辰120周年 此次巡演剧目 包括梅华香韵 和木桂英挂帅 展演演着梅兰芳大师 上个世纪世界巡演的足迹 还途经纽约 此次演出包括 46名表演者和40多名乐师 同时精致的道具 和华丽的服装 也是一大看点 全部都是崭新的服装 那么舞台上呈现的服装 应该是超级的华丽 是的 人们甚至依稀 可以看到20世纪 金剧鼎盛时期的 辉煌景象 然而 就像一些其他的 传统艺术形式一样 金剧也逐渐失去了 它对年轻观众的吸引力 美国姑娘 爱丽莎·威尔逊 2009年在中国留学 她说 中国的年轻人 更喜欢国外的文化 比如现代电影 流行音乐 几年来 中国政府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发展投入增多 而在这样的潮流下 男弹作为金剧一个重要的表演样式 却面临别样的挑战 这一次呢 我也是唯一的一个男弹传承 来到这里 我想呢 因为一个男弹来 作为一个金剧 就是艺术的传承 真的是太难了 1949年以后 中国金剧的女性角色 大部分改由女性扮演 而在过去50年里 胡文革是梅派唯一一位男弹传人 而且现在我们女孩子们学的 都是男弹传下来的艺术嘛 这你不可否认嘛 我父亲的梅兰芳 他更在 叫前弹嘛 前空嘛 让他完整地传承下来 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没有必要 现在让更多的人 还坚持这么做 男弹在文革期间 完全从舞台上绝技 而梅兰芳生前 一直致力于弘扬这种艺术样式 如今 金剧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男弹也悄悄回归世界的舞台 BOA卫视思琪 西西 华盛顿采访报道 有人这样战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回忆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出来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口和美用美语 怎么说的呢 thir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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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what do you like to drink when you're really thirsty 你特别咳的时候 会喝什么 quench your thirst quench your thirst quench your thirst 解渴 I really like drinking a tall glass of ice water to quench my thirst 我特别喜欢喝一大杯冰水来解渴 Oh yeah? I'd rather have a big tall glass of black iced tea with some lemon that would definitely quench my thirst 是吗? 我更喜欢喝一大杯加柠檬的冰红茶 那样绝对解渴 dehyd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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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水 well you know what they say if you wait to drink water until you're thirsty you're already dehydrated make sure you drink at least a few glasses of water everyday 大家不是说吗 如果你渴了才喝水 那你已经脱水了 一定要保证每天都喝几杯水 好 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like to drink everyday to quench your thirst OK 拜拜 好 谢谢白姐 以上就是今天9月2号VOA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稍后有许波 凡东宁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